秦思南再离开,也不过是在硬撑,很快颓势便出现了,当他还射出一枪,手枪弹回来的反阵,万古激起了丝丝的蚂蚁,手急不可见地颤了颤,又没子弹了,也没有时间了,秦思南迅速换上了新的子弹,然而他那一枪打出去,打中的不再是心脏,而是腰侧,很快便有人反应过来,身形迅猛地攻了过来,几招之后,他们发现了惊喜。 继续开枪,压制他,他身手弱。 文言,这群雇佣兵身手最好的几个,便将秦思南给围住了,秦思南手里握着手枪,双手启示和他们缠斗在一起,寻求射击的机会,可是时间越久,他越觉得不利了,到最后,他一发子弹射完,对方便不再给他换子弹的机会,一记扫腿将他的手枪给踢落,场面一顿混乱,笑意看得清清楚楚, 而身边的苏紫月,就算是想看,身体的力道也不足以让他支撑太久。 隔了几秒,好不容易抬起头,又重新跌下去了,所以他只能看见个大概。 当他最后拼尽力气抬头的时候,看见的便是秦思南的脸,挨了一拳,他的脚下不稳,往后面连推了几步,然后手猛地抬起,格挡住了从他后面偷袭过来的人。 他这是,快要支撑不住了吗?雇佣兵们早就看出他快要到极限了,近身薄剁不算,好几个人手里面都出现了匕首,明晃晃的白光反射在石块上,转瞬即逝的,白光好像刺进了苏紫月的眼睛里。 他浑身绷得发抖,死死地咬着唇,双眸心红,固执地看着那个单枪匹马过来救他的人。 苏紫月一直都知道秦思南的短处在哪里,没用的,他怎么可能比那些薄命的雇佣兵狠呢? 砰的一声,不知道是谁又开了一枪,正中秦思南的腿,他脚下不知,一条腿跪下去,再也没办法和任何人打斗了。 秦思南和丽桓安不一样,他更醉心于商场,所以身手上是有短缺,背情注也并不奇怪。